睡车上 如果车能放到房间里的话 睡车上也挺好的 什么时候再骑车啊 我估计可能要 三月末的时候 大概几度啊北京 我去 这什么表情 冷吗 那几度啊 三月末的时候 十度左右 那还骑不了 因为最低温度的话 也要15度以上才能骑车 为什么要15度以上才能骑车呢 因为轮胎 和地面需要有抓地力 但是温度太冷的话 就没有摩擦 就不会热 然后轮胎就容易打滑 所以就不能骑 15度以上就可以骑了 但是15度以上也不是那么的安全吧 你要把轮胎给跑热 然后才可以才放开起 但是跑热前呢 就是有一个工具 是暖胎包 就是它可以帮助 你轮胎就是发热 它就可以在你上上 就是下赛道前 可以自动的 把那个包 那个包裹上轮胎 裹上轮胎之后呢 然后再插热电 就可以帮你把轮胎给加热 就还有赛道啊 但是没有时间去骑 上次呢 就去 就去骑了一次 但那个赛道 哇 嗯 还挺快的 整体 那个赛道速度特别快 其实是600cc的时候 雅马哈17年新款R6 喝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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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要凉了 行 还烫着 东西喝 水果 肯定是水果 比较严重的有两次吧 然后但是 我还学的还挺快的 好的 其实其实是平时自己骑的话 其实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的 如果不比赛的话 然后骑车 也有很多安全的装备 比如说皮衣里可以装一个胸板 然后可以装一个背板 然后皮衣外面呢可以套一个 气囊背心 气囊背心呢会有一根绳 绑在车的尾巴尾部 当你跟车分离的时候呢 那气囊会自己 碰的一下鼓起来 会保住会保护你的肩膀 还有脖子 挺安全的 好的 不不会比赛 因为比赛的话 会有胜负欲嘛 就会比较危险 谁叫我皮子王 我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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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到海鮮的水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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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杯 四杯